在這個影片我給大家一個更新 這間三房的屋子是Rosemont 我們在這裡同時間做兩個project 兩個都是三房 總共在這條街有三個單位 現在介紹吧 我先開始在廳那裡 其實廳就不是太差的 那些貨物來了 就放在廳那裡 這個地板會保留 油油這個太深色 我們會弄淺一點 還有弄到它光一點 我帶你們看廚房先 廚房的想法 這個廚房看起來是OK的 我上個影片也介紹過 說是OK的 打算換那個worktop 不過發覺其實出了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個worktop 它配得很差 而且配得真的很差 很多個level 好像這些位置 配得很怪 這樣就不太容易 這樣就不太容易 整個worktop 下去 這樣就 現在決定 就是應該全部 換了它 以及整理一下 那個位置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這裡 沒有一個雪櫃位 那雪櫃位 我們也要有個雪櫃 還有呢 最好有個吃飯桌的位 所以會拆走走 那些 現在太多asmm 那水盤在這個位置 對了 不過那洗衣機應該是旁邊 是不正的 是不正的 所以要做對的那個位 所以看上去就好像沒什麼 其實它裝得真的太差了 還有我們拆了後面這個櫃 原來後面有個火爐 有個火爐已經很怪了 它要遷就在後面 切掉背部 就是那個Cabernet的背部 是完全不能用的 接著就看回地下 地下其實它有三重 它有這一重 接著還有一塊膠 這裡有一重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一重 兩重 三重 四重 所以可能要把所有東西做得正確為止 變成這裡的費用和工程 就大很多 就大很多了 就像這裡這樣 那個finish 我覺得不明白 這裡是沒有去到那個 然後這裡又這樣 所以是很差的手工 它本身已經有個瓷磚 接著又再貼那個瓷磚 接著再貼那些板 其實可能要把所有東西都剩下 去到最基本的東西 去到那部場 這樣重新做過 如果不是 好像遮醜一樣 是不好的 就是工程大很多 還有會 對那個expense 多很多 我會星期一 約回那個師傅 來看看 如何re-design 那個廚房 要計算一計算 跟投資者說 OK 不過做了 一個廚房是20年的 你做得好 就是看他覺得 值不值得 用那個expense 還是好像現在這樣補一補 師傅也不想做 我也要找另一個師傅 他不想做到你遲些 有首尾 這個房 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應該上面的燈泡要換的 因為現在這個燈 這些是不防水的 OK 那現在這裡 又來了一些東西 在右邊 又來了一些貨 那這個呢 房又是未做的 OK 拆了那些 那些東西 放在這裡 先 因為這裡是三樓 我要等到齊 才找人搬下去 因為垃圾車 因為垃圾車不會上來這裡 那現在正在換的電箱 電箱 電箱還沒有換 是這種 舊式的 現在不行了 要繞線的 我給你看 就好像這些 這樣的東西 很舊款 要換 接著這個房子 又是未開始 這個房子 是用來擠 擠一些東西 OK 那 就這樣先 這個影片 最大的 issue 就是那個廚房 那 想定了 怎麼做呢 我先做個影片給你 給大家 那這些Wattop 就來了 在這裡 可能到時候 不用用這麼多Wattop 要還給它 因為 原本呢 我不是說 要拆了Wattop 換了Wattop 因為Wattop 花了 但是現在這樣 這個廚房 真的等於 他給了廚房 我等於 不給我更好 因為 是 再重新 這番呢 是 他很多問題 我們應該要想一下 是不是strip up 就是 拆掉它 來重新做過 這個是比較頭痛的 這件事 又要跟投資者解釋 為什麼 是值得這樣做 還有 好像有些插頭位 他根本做到 好像 想在上面那裡 插東西都不方便 是不是 所以 可能一次過 會做好它 這些都是 回答 對了 啊